這個剛剛提到李楊 他伊索皮亞 你知道他是法國 歧視勳章的這個作家 那所以國際上也很重視 那伊索皮亞怎麼會邀請你呢 這個伊索皮亞來要求翻譯 我的一個作品 是前面一點的時間 以前的時候我跟你講 我們因為中國有這個中文的主流的 這樣的一個話語權 所以台灣作家真的是被打趴 因為我們的能見度等於沒有 那終於這陣子呢 因為隨著台灣的這個整個的 國際的能見度高起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被看到 可是別的國家來找我翻譯 而且不需要經過這個 台灣政府的協助 這一些翻譯的費用什麼 這個最近發生很多 所以我都不驚奇了 可是前一陣子 我居然接受到一個伊索皮亞 來給我寫信 因為我在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有一個 我有一個李昂的一個網站 他就透過我那個網站 來跟我講說 他要翻譯我一個還蠻政治的小說 所以呢 我就昨天等著看裴洛西 看到很晚的時候呢 我就心裡覺得說 台灣的這樣的能見度 最近的這樣的能見度 告訴你 是你花砸多少錢去做什麼 外宣什麼東西都買不到的 我自己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見證者 這個裴洛西他在中國昨天 台灣有四千八百萬人在追蹤他 中國 那台灣有五十萬人在追蹤他的飛機的降落 他在馬來西亞待了五小時 他沒有在馬來西亞過夜 他選擇來台灣過夜 那來到台灣 昨天來到台灣已經十點四十三分了 如果十點四十三分 他進到凱樂飯店 然後梳洗真正睡覺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晚了 對 對不對 女性會比較麻煩一點 他卸妝 他隔天早上六點半 已經又在辦公室跟同事開會了 因為要決定今天的行程 你想他才睡幾小時 不過老人睡得比較少 我通常也睡很少 你睡幾個小時 如果四個多小時到五個小時 我又覺得很好了 真的喔 我覺得年紀大了 可是大家都說 還是要睡到八個小時 你看整個最近的 不是不想睡 小小時睡不著 對 我們不要把它變成睡眠節目 主要是他八十二歲了 第一個八十二歲 第二個他是穿高跟鞋 對 細高跟 細高跟鞋 那個就非常非常的佩服 然後你知道他今天早上 跟台積電的董事長 跟這個立法院長 跟這個總統 然後接下來是開記者會 跟外交部長 然後接下來是中午的五院 然後再下午去 景美人權園區 光這樣子就排六個行程 八十二歲高跟鞋 六個行程 第一個我們先佩服他的體力 對 那個要精神很專注 那不容易 他每個到每個地方都要知道說 這裡的重點今天要講什麼 因為全世界看他 真的 然後他就代表美國 他連穿衣服的顏色 他都有代表性 粉紅色 我以為是Hello Kitty 他說他的粉紅色代表 反霸凌 他今天穿的是白色 他說白色就是鼓勵婦女參政 指標 白色力量 你看他腦筋多清楚 當然 是 那黃醫師看到裴若曦 有什麼感受嗎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有特別注意到 就是說他四十七歲才開始從政 對 他雖然有五個小孩 但是為什麼會 家裡也有一些政治背景 那為什麼比較晚從政 實際上 他還是想把他的小孩 就是弄到上小學之後 大學 讀大學 他才去從政 他才去從政 最小的小孩 最小的小孩 對 就是到上學之後 他才要從政 我覺得這點滿鼓勵我的 是 就這樣而已 沒有 還有注意到他很多的新聞 我覺得比如說像 其實很多 各界的人士都在關注 一聞是像雞排妹 都想說知道說 八十二歲的 這個裴洛西 他到底是吃什麼保健食品 可以讓他變成這樣 所以他是引發廣泛的關注 那我自己會覺得 我最想要知道的其實是 身為一個女性 然後其實以八十二歲來講 表示他經歷過 美國在一開始 也不是真的女性 那麼能夠有出生的機會 那他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 去爭取到女性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 我們應該要學習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強悍的人 當然 女生要在以男生為主的政壇裡面 搶得一席之地 那太困難了 即便是美國 即便是美國 對 可是看他的年齡 其實我們用台灣的婦女的平權的腳步來看的話 其實呂秀蓮也不過是晚他幾年而已 所以因此那個階段的美國 當然還是不平等 在政治上 可是一般的社會的氛圍 的確是給女性比較更多的空間 何況他的背景很特別 他的爸爸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有沒有 他爸爸是那個巴爾地摩世的市長 也是美國眾議員 後來巴爾地摩世的市長 連他哥哥就擔任過一次 家裡有從政的那個 政治世家 政治世家 對 對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想台灣的 我們那一代爭取平權的這些女性 都也在逐漸的步入年長 或者甚至講比較直白的就是老年 那麼有裴若曦這樣的女人 來給我們這一代的女性 你們當然都很年輕 這個比較對你們來講 可能比較是不是主要的那個年齡的問題 在你們這個現階段 可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為什麼呢 因為到我們這一個 階段的女性的時候 本來大家都覺得 好像應該都是去抱孫子 或者是去玩了之類的 可是他真的給我們一個 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說不管你到什麼年齡 只要你肯繼續的努力 你還是可以有一個舞臺可以發揮的 我覺得這個尤其對我激勵非常大 是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